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计划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ooStrap4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完善Tap菜单 咱们上一期做了一半的Tap菜单 对不起 咱没做完 今天咱们继续完善它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支点 有这么几个 首先说 其实我把这个支点分成三类 大家请看 这前四个 是Navi属性 换句话说 是它如何显示咱们的导航Tap 这是CSS部分 然后接下来这两个 是规定了咱们导航区域的 一些个属性 所以这是Tap内容和Tap面板 接下来是DataTango 这什么叫Tago DataTago 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这个页面上 需要动态的导航 需要动态的显示一些内容 隐藏一些内容 这个是需要Java脚本来实现 那么其实这个BuddleStrap 也能给咱们做好了 Java脚本内容 那咱们只要去调用它就可以了 怎么调用 不用写一行的Java代码 不用写一行的Java脚本代码 只要通过这个属性设置 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咱们这些个属性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属性 每个属性具体的用法 请您参照这个帮助网页 我这就不给您细数了 我今天只是给您抛砖演语一下 好 咱们马上看今天的实习部分 实习 这叫实习说话 实战演习 好 咱们看 这个是上一期咱们做的 YMB的一个section 我要在上一期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增加的内容是 这个导航list 导航list的里面 请看 我增加一个NAM属性 换句话说 告诉浏览器 或者说告诉这个CSS 告诉BuddleStrap的脚本 这个区域呢 是导航区域 它呢 以Tub方式进行导航 那导航项呢 就是每一个LI 所以我呢 在每个LI里面呢 又定义一个class 叫做NabItem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呢 BuddleStrap就知道了啊 这两个LI是我的导航项 我该怎么着色 他就明白了 然后呢 每个导航项里面 各是一个A 这个没有变化 有变化是这个class的地方 换句话说 咱的A呢 是要以导航链接的方式呢 进行显示 同时当前的导航项呢 要加上一个Active 高亮显示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每个A 我还给它增加 一个叫做什么 Data Tongo 为什么 因为A是咱们鼠标 就按下去的部分吗 咱们按下去的部分呢 是要和用户进行交互 那这个地方就要写上 数据交互 以Tub方式进行交互 那咱们哪些个地方 可以按下去呢 就这两个A嘛 对吧 所以这两个A的地方呢 都要写上一个 数据Tongo交互 也就是说呢 这两个A 会激发一些个 内部的Java胶本的操作 来进行显示 隐藏等等 具体的操作 当然具体的显示 隐藏该怎么做 跟咱没关系 是这个 Data Tongo 的组件 给咱们做好的 咱们仅仅是调用就可以啊 调用方式 就是这么一句话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接下来 咱们还有一个 这个是上线没有的 定义一个DNV 这个DNV呢 说明 在这里面呢 是咱们Tab 叫导航的 具体的内容区 那内容区都有什么呢 有两个DNV 这个上线有啊 到这地方注意 咱们还要给它一个ID 换句话说 咱们每个显示区域 或者叫做 每个显示的Panel 都需要有个唯一的ID 这个ID干什么用 大家请看 比如说东部 和咱们上面A的这个链接 要一一的对应 咱们上面这个 HIF不是A的链接 对吗 它链接到这个符号中去 这个符号是哪儿 就是这个ID 然后西部也是一样 大家请看 这是一对的关系 否则咱们这个 栅栅脚本的部分 我知道点击这个A 它找谁去啊 它显示哪个地方 它不知道嘛 对吧 所以是通过这个地方 和它一一的关联起来 这是今天的重点啊 请您一定要记住 好 咱们再往下看内容部分啊 这个Class呢 还有一个叫做TABPanel 这个是为了着色 主题显示使用啊 所以咱们就记住就可以哦 然后呢 高亮部分呢 给Active 和上面呢 也是对应的关系 好 咱们空口无评啊 今天代码呢 我马上运行 咱们实际看一下效果啊 我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今天我这个也做了一个 和上上期一样的 HTML的初始模板啊 在今后计划的下面 考上咱们今天的代码啊 好 考在这个地方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 今天是17克 够 看 17克 然后呢 咱们点击运行 看效果 大家请看 出来了 我NBA 没有问题 然后一个东部 一个西部 东部 大家请看 默认显示是东部模板的内容 东部的TAB 东部的模板 2018年东部冠军是谁呢 卡尔特连骑士还是猛龙 大家注意看我的代码啊 就这个部分嘛对吧 它是East 然后对应的上面的East 只有他们显示 其他的不显示 你看我操作 谁瘦 谁hidden了吗 我没操作嘛对吧 那就通过这个Data Tango 它内部的战牙脚本呢 给它做到操作啊 好 那咱们再点啊 我点西部 哎 你看 西部过来了吧 今天火箭也不错 肯定是勇士了 但是现在火箭打的也确实是很不错啊 然后再切换回来 大家请看 就这么一个操作嘛 这草子您说如果咱要编这个战牙脚本代码 也得编几行对吧 可是咱们如果用BuddleStrap呢 一行都不用编 很轻松的就把它实现了啊 好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代码 可能稍微有点难度 难度在哪呢 咱们涉及的这个具体的点的比较多 您呢实际的手敲一下 应该就能明白啊 好吧 那今天的这个代码呢 我会放到客人中国 今天的视频呢 我也会放到优酷YouTube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